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開宗明義,我們快樂 沒錯 今天是iPhone 12 Pro Max 和iPhone 12 Mini 正式派貨 今天大家可以領獎 按到頭日的相機可以拿 剛才我在Apple Store拿相機 其實也不算太多人 你怎麼拿呢? 我原本拿了十點半 但是搞不知怎樣 把單單搞了很久 搞了一個多小時才拿出來 那你呢? 我本身禁了九點半至九點九拿 其實我今早也有些事情做 說早了 大概九點鐘左右 我就去APM拿的 當時九點鐘左右 大概都有六七個人排隊 問回商工的同事 就是Apple商工的同事 可以早點拿 很快就可以拿到九點了 好啊 不過今次的行程是怎樣 大家之前都知道 十二鋪好像有幾好的錢 水位 今天早上拿去的 那價錢方面 其實跟售業婆真的相差 有些相差 有些相差 就是差一點的 有些相差 少一點的 那我講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 最後就放了10800 那我的相差 那我的相差 就是太平洋藍的256 嗯 是的 都有幾百元 那整個場 都是差不多的價錢 那我大概是10點鐘左右 就下去了 嗯 那10點鐘左右 就下去了 任數其實就不算太多 都是早了 是的 那街在仙達外面 那條街都有收的 是的 那價錢其實就 大概約一頁 差一百元左右 嗯 那其實 其實街那些都是幫店舖 可能收機的 那 早點放出來 快點收一轉 以他們的角度 就快點收一轉 可以 他們一刻就可以快點要到機了 嗯 但是我建議大家 炒機這個行為 其實就是不好的 是的 真的自用了 因為水位不多 我想其實可能 彈花一宴都不定 是的 今早那個水位 是的 那可能救大家 真的想轉售 救大家可能賺到的錢 可能賺到的錢 可能買多一點的 accessory 這樣去用 是的 那就 對 跟大家開箱 其實這部機器也在這裏 這樣就 這個原裝Pack 我想之前你們試12 Pro的時候 都趕過Packing 是的 那因為沒有了火牛 那這樣 那部機器就變了 盒子就黏很多了 是的 好了 那給大家看看 剪輯 究竟有多大部 剪輯 是的 剪輯 是的 開箱很容易 那我這部呢 就是黑色的 這樣 如果你是選黑色 是的 我選黑色 因為我全部 我近這幾年買所有Apple的 device 如果是自用的 我都是買黑色的 嗯 所以就 我覺得黑色會比較耐體一點 耐體一點 對 是的 還有這次黑色都不是很黑的 其實是灰色來的 那所以就 那這個機身呢 我想可以和大家 沒有東西啦 基本上打一部機 都是一條Type-C的 cable That's all 就是這麼多了 火牛就要 另外自己賣了 另外自己賣了 是的 那這個機身呢 就 旁邊呢 就是這個12 Pro的機 在旁邊 那大家看看 開啟螢幕看看 等等 真正新機 是的 真正開箱 是的 真正開箱 那其實呢 我在現場 就是那個 就是多些Display機 拿過上手 嗯 手感呢 真是大部的 我想比之前 11 Pro Max 手感呢 其實還要橫一些 是 但是呢 你說 但是感覺上呢 畫面呢 又真是再大了 就是比起11 Pro Max 那個 視覺差 很厲害 是啊 我覺得很大 很大 好像拿著iPad mini 出街 那樣的感覺 很誇張 很棒 你不要配合了 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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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過了機 對了 那個手感 其實就 比較 真的 我這樣拿 是大的 行動 重量來說呢 如果你這部機這麼大 我覺得正常 重量 當然重量 比起我之前的iPhone iPhone iPhone X 或者再小一點 iPhone SE 就是我又用這些小機 那是真的重的 但是你說 256g 以這麼大部的機來講 又不算 手感很累積的 我自己覺得 我昨晚自己 比11 Pro Max 和12 Pro Max 嗯 上手的感覺 其實不是很大部的 但是螢幕真的大很多 是啊 螢幕很大 那部機 感覺比我大 你遇到這麼大的畫面 手機其實有這麼大尺寸 尤其是如果你用開Android 那邊很多大螢幕手機 一些旗艦機 是 其實手感差不多 因為每一部都很大 是啊 但是 畫面的屏佔率 感覺上 真的很大 大很多 是啊 大很多 尤其是我相信 如果你是打機啊 看電影 譬如我自己之前用iPhone X 這個螢幕 那個分別應該就 都 都頗大 是的 那就 變了 譬如將來可能打算 看一些網頁 或者一些ebook 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當然 換Pro Max 其實很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想試一下相機 是不是真的 比起12Pro 就更加漂亮 不過我知道 Martin就試了 不過在未講這件事之前 我想講一些配件 因為我打算自己用 所以今早就買了這個 Mac Save 那個殼 這個都開了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 是的 因為稍後呢 開了這個之後呢 就 因為我未試過 套下一個套之後的手感 想試一下 套了之後 會不會再闊了 或者再大部 再難拿一些呢 它本身的殼 其實就是 不算 很 它不算很厚的 這個原裝殼 是的 這個原裝殼 我就選擇綠色 那 就 其實那個殼條邊 這次都算薄的 還有大家會看到 這裏呢 其實都會有一個圓圈 那就是 因為它其實殼裏面 都有Mac Save 那個磁鐵 是 那為什麼兩邊都有磁鐵呢 就是 據他們解釋就是 一些 如果你有一些Mac Save的配件 如果你的殼沒有Mac Save 譬如在外面坊間的殼 或者沒有Mac Save 靠著 隔著了機套 去吸機身的磁鐵圈 有機會吸不住 是 因為始終都隔了一點 弱了的 所以就加了這個 其實我想 你買一個殼油就可以了 其實機身可以不洗 其實你是吸這個 是的 所以 有人有拿機的 有人拿機 沒有Sense 沒有Sense 其實像鐵圈 對了 套了之後 手感 不差很遠 OK 我覺得OK的 不會差很遠 我覺得OK的 你手上有一部開了 你試試看 有套沒有套的分別 對了 不差很遠 藍色 你拿藍色那一部 就是沒有殼 不是差很遠 真的不差很遠 因為都是拿回直角 直角的邊的手感 直角 是的 而且其實這個殼的邊框 都不是很厚 是的 當然你用 例如 例如 高保護的款 可能會再厚一點 就會再厚一點 始終都會再厚一點 例如 大機再厚一點 就真的很闊 所以 如果買大機 我真的要選一條薄癲一點 我會覺得接受 這個OK 這個接受 如果你有一些 再厚一點 那些 泵把那些 就真的不知道 要試試看手感 因為我以前用 上一隻 例如我那時候買這個 iPhone X 我最初是買一個 比較厚身泵把的 套了之後 其實跟 S Max 那個 S大那部機 那個手感 不是讚好遠的 因為那條邊 每邊都幾厘米 其實就 都大了 是的 現在這個OK 為什麼要講這個套 除了說去邊 之外 坊間有很多 其實都很多 好像這個 都突然間出現了 是的 如果你去深水埗 已經有很多 聲稱支援MASSAFE的 FIRT PARTY配件 這個是大家最 其中一個 因為原裝那個 皮革的 這個 卡片套 Wallet 賣400多元 原裝那個 499 都很貴的 那這個呢 深水埗價 19元 是的 這件事 是很價格衝擊的 這件事 如果 其實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個 攝石 蓋住它 不會跌 上面可以放一些信用卡 甚至乎放卡片 我覺得放卡片 意義大 放信用卡 信用卡 我都弄光去Apple Pay 我有多少實體卡 要再需要用呢 看個人需要 實體卡的時代 看個人需要 還有實體卡 當然有些卡 譬如家裡 我要住戶證 那些 我有張實體卡 又或者放卡片 都方便的 所以呢 我特地買回來的 19元 開開 你買回來 我就是看看 究竟跟這個 正版 有什麼分別 計時彈 我試一下 19元吸不吸得實 都跟足的 好像 跟足的 原裝 都是有這個 退卡出來的 這個洞 是的 看看攝石 吸不吸得實 感覺到 感覺到 感覺到有 但還是動的 還有19元 和449元 你又看原裝的影片 拍就很準 哈哈哈哈 沒有了道 大哥 我想跟大家說 我想跟大家說 我都用過 我都試玩過 原裝那個 真的 算了吧 原裝那個 是穩固很多的 在這個情況下 好了 有套 沒有套 試一下 直接拍下去 是 直拍 直拍 都是脫溜溜的 所以 實證 實證 有沒有磁石 有沒有磁力 實證是有誤意的 不是 不掉的 燈也不掉下來 但是脫掉 哈哈 很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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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自動對位 沒錯 這個不懂對位 還是隨時脫掉 你看這個 隨時 不行 所以 19元 就是 期望大家 算了吧 和19元的分別 算了吧 是啊 是啊 深水埗其實還有其他的 譬如 MacSafe的充電板 是 原裝那個是 18 18 199 好像不止了 200多 深水埗那個是 299 原裝299 深水埗是 79 也是 是 簡直選 聲稱都有15億的 聲稱都有15億的 但是 效果會是怎樣 我沒有試過 我不comment 不過你剛才看完19元那個 一定試完了 19元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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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裝那個 真的會對得很準 是啊 它會自己對回位 可能都會 用起來都會覺得 啊 是不是那個磁力真的差一點 但是 它起碼是 一拍下去那個位 準 是啊 你會覺得 實正 不會掉 當然 外國有些youtuber 其實他試過 譬如 套了那個wallet之後 是 社報電話放流 牛仔褲袋 是 牛仔褲袋 那個袋口位 比較貼 比較窄 有機會都 刮掉 那個wallet 是 但是 就是 你要放心 放心放下去 就是 拿手指摺一摺 接著 sir的電話 下褲袋 後袋 都是沒有問題的 都算實正的 雖然就不是說 100%不會掉 但是 大部分情況之下 都是叫做實正的 這樣 所以 這個就 19元 都 都復了 我一試就已經 這樣 復了 所以 深水埗的東西 有時候 是神的 價錢 一分錢一分貨 就是這樣 好啦 那 開箱其實 如果大家上次有看過 十二部的介紹 其實大部分功能就一樣 我想大家關心 除了尺寸之外 最重要就是拍照 或者拍片出來的效果 究竟 是否比起十二部 或者再比起之前的iPhone 好很多 那這部分 Martin應該試了一些東西的 是 昨天 就 昨晚都 偶夜 試了一下 那 我自己初步 認為 真的因為我 自己本身是用上一部 那 我十二部Mac上手 有些情況下 拍照 十二部Mac 真的 真的贏 很多 很多 是的 有些拍照的朋友都覺得 Sensor越大 一定 質素越好 底帶就肯定是贏的 霸王級 那 我會覺得這次 十二部Mac這個 新的主鏡的Sensor 帶了之後 你會感覺是 在暗位的Noise是低了 嗯 是低了很多 是的 剛才有一個記者說 是不是反轉了來放 反轉來放 反轉來放 正常這個洞呢 這個洞是向機背的 這個 這裡是有個卡片 厚的 這個是向外的 所以一定是這樣放的 是的 沒有搞錯的 沒有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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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反轉的,方向是對的,不過磁力就真的弱一點了 嗯,好,我講回照片那裏 是啊,那,可以轉一轉看看我們,可不可以看到一些照片 寫一寫照片那裏 嗯,那,現在這張呢,就是iPhone 11 Pro拍的 是啊,沒什麼特別,都是夜景波,這樣拍 我轉一張iPhone 12 Pro Max那張照片給大家看 那其實你好像覺得都沒什麼特別 但其實你細看,你會看到樓旁邊的Noise是少一點的 就是中間座樓的樓群的右手邊 是啊,你會看到是更乾淨的,那些Noise是更乾淨的 那十二鋪,譬如這個Wide Shot,這個超廣角 超廣角因為有Light Mode,所以拍出來的效果呢 就真的光很多了,明亮很多了 譬如拿回11 Pro的對比給大家看一下 11 Pro的對比給大家看一下 哦 是暗的,石灘上面的細節是沒有了 天空上面的細節都沒有了 即是基本上,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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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這個超廣角鏡頭的Light Mode呢 這個效果,即是比你拍攝的彈性大了很多 是的 即是你不是會被廣角鏡頭的焦距限死了 那譬如說,11 Pro的這張 這個人像模 人像,夜間人像 其實11 Pro是沒有的,夜間人像 這個是一倍,普通 是的,普通,一倍,一倍變成 是的,那如果我給我回到12 Pro的那張 你看一下,你看到 你看到,身上衣服的細節 和後面的背景都會 明亮了,看到了 還有其實你會感覺到 他這次那個 應該那個算法是做得更好 即是令到那個景深的層次不會 本身11 Pro已經做得很好的 但是這次呢 它的過度是再自然一點 即是再細緻一點 那 大了Sensor有什麼好處呢 先看一看這張照片 大家記住 大家看著我 有沒有留意哪個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散景 散景後面 OK 好,那我開回那個12 Pro 這個 我是沒有開任何人像模式的 純粹用主鏡頭是近拍的 嘩,但是那個景深很厲害 沒錯,你會看到景深是 效果更加出 對於 可能我喜歡拍一下 拍一下 拍一下花花燥燥 其實那個底部大的 即是那個感光圓景大的 做出來的景深 其實就 漂亮 我自己的部分 對了 那 譬如 當然 12 Pro Max那個長焦距 其實是比12 Pro和11 Pro更長 那這張是一倍 那這張呢 其實就是2.5倍 嗯 現在是有2.5倍的 嗯 最多是可以去到12倍 12倍 當然12倍是說這個 數碼 數碼 數碼面子 對,數碼面子 對,這個壓縮量這樣會強 是的 那譬如 這個 我們先看看 這個 這個 11 Pro 人像模式 你會看到 OK啊 因為這個不算是一個 單一個主題 你看到都OK啊 譬如這些後面主體和後面的背景,那個景深是OK的 表達出來的效果是可以的,不會像某些手機那樣 特別是中階手機,那個景深計算的效果那麼噁心 但是如果你轉回12 Pro Max,你會發覺主體再拍得比較近 後面的散景再淺一點,整個效果其實我會覺得 如果你喜歡拍一些油壓縮感的東西,真的買12 Pro Max是不錯的 那支長焦它的鏡頭,表現出來的效果是不錯的 剛才也有拍攝一些Super Wide,再看看這個 半島門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11 Pro來的 有沒有按錯,沒有按錯,是11 Pro 那左右兩邊呢,這個超 wide,即是超廣角 其實你會看到是有一點變形的,有一點彎彎的,變形的 其實回到12 Pro Max,已經把它拉直了 因為它有一個變形收績 對於一些超廣,喜歡拍一些風景超廣角 你不想周圍的,即是旁邊的東西拉得比較,變形一點的話 其實12 Pro Max,或者12 Pro,都是值得買的 其實我沒有記錯,應該全線都可以有這個功能 大致上都是這樣 其實12 Pro Max,有一個挺重要的功能,就是感光元件 為儀式感光元件,其實它可以XY軸在動 即是當你拍片的時候,幫它修正XY軸的震動 其實加上這個光學防手震的效果 尤其是在晚上拍片,我覺得是幾多 真的要換機,真的要換機 即是你如果很喜歡用手機拍照 有沒有Gimbo的時候呢 有沒有Gimbo的時候,真的要換機 為什麼呢?現在要播面給大家看 好了 回到空 這樣就要找回我們的十分視頻 好,我就給大家看一條11 Pro的 大家看看 你會看到,其實我們近看的畫面 其實噪音都幾...都多的 尤其是它地上的磚,很多斜紋 因為這個位置都幾... 因為這個位置都幾... 因為這個位置都幾暗的 因為只有街燈,上面的街燈,周圍都是... 可能只有車的車頭燈 就沒有什麼...光...的光源對著 好,大家... 我想看完了,應該記得一下那個畫面是怎樣 好,出發線 那我就學12個Max 好,可能...過彎少許 好,我看看有什麼 欸,可能要...前面也要... 呃... 哎呀... 還有這個... 這個... 這個... 咦,是不是這個... 是... 是... 是啊... 好 K K... K... 你看到Dovation是出來的 是啊... 是有Dovation 那你見到其實... 我自己覺得是... 沒什麼nose 少了很多nose 那些nose少了 是啊... 少了很多nos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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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nose就蓋上了地磚紋 你見到那些地主迷是出回來的 是啊... 是啊... 還有... 整體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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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看到啦... 譬如你在前景... 你看這個... 這個... 安全度這個位置... 其實它有少少... 就是... 校正的時候... 是... 你前卷升... 但是這裡就有少少... 好像Digital... 有少少震... 是這樣的... 哦... 我自己會覺得... 就... 但是整體是... 首先... 畫面感覺乾了... 整體乾了... 不是乾某些位置... 而... 前景那個nose是... 明顯... 是... 好了很多的... 整體乾了... 那... 我自己覺得... 那個... 震動... 因為... 其實我就是這樣拍的... 手持的... 兩門機... 真的單手... 就是這樣手持的... 這樣拍的... 那... 那... 我... 真的... 那個效果... 挺... 這個... 剛才都... 嘗試去... 再試試那個... 那個... 手持那個... 拍攝的效果... 這個就是... 入頭啦... 這個入頭啦... 那你覺得... 都是有輕微... 就是... 有些... 有些跳的... 因為... 一直走... 那... 那... Polmax就會... 比較輕微一點... 是的... 你會看到... 譬如這些位置... 其實都不會跳得... 那麼... 那麼厲害... 是的... 它就是靠了... 那個... 那個技術... 將那個... XY... 去保證... 保證... 修正了你的震動... 這樣... 不過... 這條影片是... 沒有開到... 的... 是的... 那... 剛才... 因為我們現在用一部LG的電視機... 去... 播給大家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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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電視機是能夠吃到Dovision... 那麼... 我們過了... 影片到手指上... 那... 譬如剛才那條... 夜間拍攝的... 影片呢... 就... 有Dovision... 有Dovision... 是的... 這個應該... 誒... 2字... 是的... 應該... 按... 我們... 按這個... Dovision... 有的... 是的... 好... 大概是這樣... 就是... 嗯... 是的... 那... 這個... iPhone 12 系列... 那... 到了... 那... 講講這個... 雖然我們沒有在手... 講過Mini... 嗯... 那... 剛才我下去... 鋪都有玩過... 就是那個Mini的手感... 其實就... 第一個感覺... 握上手的感覺... 嗯... 是真的... 當年握著iPhone 5s的感覺... 很舒服... 嗯... 但是舒服得來呢... 那個畫面呢... 是... 其實那個畫面呢... 就跟我用iPhone X 不是很大分別的... 是啊... 是啊... 有iPhone X畫面大... 但是你的機身呢... 5s... 機身... 很好握... 其實... 那一部是OK的... 真的...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 那些果龍又不好看那部機... 花錢就一般的... 香港的人... 對... 但是我覺得那部機是... 一流的... 至於你說... 喂... 敢選它... 還是選SE... SE再便宜一點... 我想其實真的取決... 那個Touch ID... 跟Face ID... 因為... 如果我要方便呢... Touch ID在這個時候呢... 是真的幫... 幫賭亡... 不是幫賭亡... 是幫賭亡的... 尤其是... 你外面要買東西的時候呢... 要給... Apple Pay呢... 等等... 脫割口罩... 照一照... 戴上口罩先... 不是... 我有得去... 有得去... 認不到要入口罩... 是啊... 慢了... 是啊... 沒有口罩... Touch ID... 因為有些App就很聰明的... 或者App本身... 在OS的App都很聰明的... 是... 它一detect到戴眼之後... 就立即拿密碼... 但是有些App... 呢... Face ID不行... 第一次... Face ID不行... 第二次... 接著退... 那些呢... 真是... 迫著要脫掉... 照一照的樣子... 那些就很不方便... 是啊... 如果撇除了這個... 就是... Touch ID情意結的問題... 那部Mini其實很好... 日常用呢... 日常用啊... 就是普通日常用... 是的... 那部Mini是... 是推介的... 反而覺得... 因為... 因為... 真的方便... 你是戴在袋子... 普普通通用... 是OK的... 那個方便... 我剛才... 我剛才都... 在Apple Store都玩了一陣子... 我自己覺得... 那部Mini又輕又小... 是啊... 非常方便... 是啊... 很好開手... 真的很好開手... 我自己踩單車... 有跑步的... 小機來的螢幕又大... 其實這部Mini... 其實這部Mini... Pro Max不是不正... 是啊... Pro Max很正... 我出去拍照... 但是你犧牲了... 喂... 就是有這麼大的手... 你不介意隨時... 放入褲袋... 是啊... 這個東西平時不用... 應該放在背包... 因為日常很難放在褲袋... 普通下樓下買東西... 都搞這麼大的遊戲... 就是大家... 大家如果有擦了單車... 單車衣服放在後面的話... 你就會覺得... 一塊這樣... 但是Mini放進去... 可能... 很開心... 跑步... 有個U-back放進去... 這樣會比較小... 輕巧很多... 這部機... 開工拍夜用... 真的是一流... 但是平時... 生活... 就是... 要不我保留一部iPhone X... 要不就... 買到那部Mini... 買到那部Mini... 不如買到那部Mini... 買到那部Mini... 真的很好玩... 不是開玩笑... 很吸人的... 尺寸... 是的... 所以大家有機會... 下去... 摸一下Mini... 感覺一下手感... 可能... 你會對那部機... 那個... 感覺不同了... 還有... 可能... 有些人正在考慮... 究竟是... Mini... 中間的... 12... 或者是12 Pro... 其實中間那兩部... 我覺得是... 好像現在整個... Mac機的陣型... 中間那兩部... 其實有些... 我要輕巧... 我可能要放進去買Mini... 嗯... 我要漂亮... 影像漂亮... 我就想... Po Max... 中間那兩部... 在中間... 那怎樣呢... 而尺寸是一樣... 兩鏡頭... 第三鏡頭... 有些... 有些重疊的... 或者... 可能要看看... 就是... 都是... 這樣選的話... 可能真的要看... 究竟對Mini的要求... 是的... 如果Mini的要求是OK的... 我想... 對很多人... 其實是OK的... 是的... 雖然說機身很小... 但是又... 畫面不小... 其實畫面不小... 畫面不小... 是開心的... 是的... 因為你那個... 很輕巧的手感... 是... 很難用語言... 或者筆密去形容... 是... 很方便... 大家記得要下去摸一下... 是的... 那就知道... 為什麼真的這麼輕... 是的... 又拍到4K30... 是的... 普通夠啦... 真的夠... 是的... 那顆CPU夠厲害... 打機又沒有問題... 是的... 打機就可能會小一點... 小一點... 說真的... 如果你說... OK的... 吃雞... 真的不是太小的... 哈哈哈... 看敵人很難看... 吃雞... 是嗎... 打麻將... 你也有機會按錯旁邊那隻... 我明明... 那隻打了出去... 真的... 收不回... 是的... 但是一撥... 一常用... 是真的... 開心的... 是的... 很棒... 對... iPhone... 我想來到這裡... 都... 陳柯樂定... 今年的情況... 下一... 關呢... Mac機... 究竟M1... 剛才下去... 我都問問天才... 喂... 會不會有貨... 可以玩... 他們都說... 還不知道... 其實他們私底下都說... 其實這樣夾... 他們都... 那部MacBook Pro怎麼賣... 哈哈... 哈哈... 都可能說... 最近有一些分出了一來... 是的... 為什麼差不多呢... 他們都說... 那部13M1... 又難賣啦... 那部13擺在這裡... Intel的13寸... 都難賣啦... 除非... 你是一些公司用... 你需要... 可以配合一些... 可能舊的軟件... 或者是... 我要更多的RAM... 不過他們都很強調的... 如果你剪片... Final Cup Pro... 16GB RAM... 應該應付得到的... 喂... 有這句... 定心軟... 即是... 他們的暗示... 即是... 沒有我都... 你一定要... 堅持用Premia... 就... 試一下... 哈哈... 可以買回... Intel那款... 是的... 或者... 我開工... 公司要用... 可能要32GB... Intel... 不過這個都是... 即是... 現階段... 數字上... 即是... 告訴你是怎樣的... 那你... 因為有... MacBook Pro... 有主動式散熱... 即是有風扇... 那它不會不會... 要你長期... 尤其是... 你長期... Full Low... 可能iPad Pro... 是... 即是... 即是... 另外就是... 其實... Full Low... Mac Mini... 我真的覺得... 是嗎? 是嗎? 對... 即是... 即是... 很... 怪... 即是... 你要想清楚自己的... 那個考慮... 因為... 今天呢... 其實... Bigsurf都... update... 出來了... 今早回來... 開電腦收到一個Message... 我... 老實說... 因為... 十幾GB... 只是... 下載的... 12GB... 是... 是... 兩套... 兩套... MacOS的容量... 所以... 但是... 其實... 我用... Intel 我用邊嘛... 另外那邊是沒有用的... 所以... 它裝的時候應該會... 拿走一點的... 不知道... 它拿下來就是12GB啦... 那... 其實... 我自己之前在自己的... MacBook呢... 裝過Beta試過的... 嗯... 我感覺不是太好的... 是有些慢的... 即是... 我的機器也有幾年... 年資啊... 這樣... 裝個Bigsurf... 是有些是得消的... 嗯... 所以... 都下載下去... 我覺得... 即是... 如果你是M1... 即是無所謂啦... 但如果你是舊機... 其實就... 看一個Benefit... 你有沒有一個Benefit... 一定要升級... 所以... 對於... 我已經掃除了... 這個升級的障礙... 因為... 因為MacOS不同... 你不會說... 我有些東西... 真的要升級才能用到... 還有... iOS會是... 如果你... reset... 或者什麼情況之下... 它會... 它會... 那個Signature沒有了... 譬如... 我現在想放回14.1... 你沒有了14.1... 那個Signature簽名... 我一定要14.2... 局上... 那我沒得說... 但什麼OS沒有這個限制... 我用回兩三代前的... 都可以嘛... 嗯... 所以就不一定局上... 所以今天大家... 如果收到Bigsurf那個update... 不用一定要立即OK... 可以先觀察一下... 可以先觀察一下... 或者先關掉那個... Autoupdate的功能... 先... 看一看情況... 因為... 如果你開了Autoupdate... 就算你不是直接按鍵... 確認... 其實它已經搶了你那12GB的東西... 都壓住你的Hard Disk... 嗯... 所以大家就... 留意一下啦... 反正今天開Live... 就跟大家講一下啦... 是... 是... 那... M1出了... 看看我們... 我們有沒有試一試... 不要等啦... 因為我剛才最主要就是問天才... 你會不會有16GB... RAM版本的M1... 到時現貨... 實在會有人買... 都不知道... 完全沒有訊息啦... 還有... 還有一些時間可以... 投資一下... 投資一下... 當然買大家... 很多人都會買16GB的啦... 不會買8GB的啦... 是... 是... 就變成所有人都要... 上網... order咯... 就是build to order咯... 你有沒有現貨... 是的... 近來好像說... Metalsoft Office... 都... 有Beta啦... 都支持這個M1... 還有... 今天應該... 大家看到... Mac OS... App Storeupdate... 除了Big Server... Final Cup Pro... Page... 那幾個... Hitwork的軟件... Final Cup Pro... 就已經出閘地了... 是... 都支持Big Server了... 所以... M1 17號出... 應該就不擔心... 沒有軟件用的...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 期待... M1版的... 哪部都好... 是... 用File Cup Pro... 那個... 表現... 是啊... 所以... 我就是想徵步... 我就會問... 到底Big Server... 落 M1之後... 用不可以用到Honcube... 不知道... Honcube... 你Program... 或者自己用那些Lintx... 就差很遠... 所以... 我們... Panel後面的同事就... Program向的... 他就很關心... 究竟... 很多... 兼容的問題... 兼容的問題... 不是開不了公企... 我都說... 我們... 只是公司的... Output printer... 就已經... 有沒有Driver... 這個... 不是模擬器可以供應... 這個... 寫在系統上... 這個... 不是模擬器... 軟件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 觀望一下... 我們... 看看17日... 沒有辦法... 到時候... 可以... 第一時間... 讓大家試一試... M1版... 沒錯... 沒錯... 好... 今天來到這裡... 好嗎... 如果大家對... 這個... iPhone 12... 系列... 有些... 什麼疑問... 歡迎... 在這個post下面... 不論Facebook... 或者YouTube都好... 留言... 我們都會回答你們的... 好的... 多謝今天... 大家的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 ... 另一九天... airl正啊... 關火醫 認識別人... 超常! 李干英信 不過... separ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